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我是你们的相亲特派员张珍 各位 今天我们的这位男嘉宾 40岁 离异 虽然已经到了不惑的年纪 但是咱们的男嘉宾 却像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 可以说是活蹦乱跳 上蹦下跳 精力旺盛 而且在这样的反差之余 男嘉宾还会有着 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 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说的我自己都很期待了 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王宇 我爸是同情 就能不去花费的人 都是在图图图图图图图 本期交友男嘉宾 王宇40岁 身高1米70 餐馆合伙人 月收入1万以上 主城有房 准备买车 离异女儿跟女方 今天40岁了 然后乙女单身一个小孩 小孩12岁了在外地 因为我嫁到云南桥 我是叫云南的女婿 但是离婚了很不行 很不行离婚了 主要是从事参与 和朋友和开了几个关子 和开了有些投资 有些买投资 有些的话都是随着 帮他们推广 如果进房的话 我们放车了 然后配料三大房子 我们三套 在云南园 在北平那边 但是没住 没住 住给北方的 那边住的时候 我们九九的房子 因为北平方 但是我以后准备 只要买房子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比较活泼 花样多 但是说你 基本上没有废话的 我还会唱歌 唱歌来好 要不要再一句嘛 你都花了啊 好 现在谁了 好 现在谁了 我赶紧搞外交 比如说去 比如谈谈事情来中 赶紧结交朋友 如果一般入人 还好一直 早上去跑步成年 我读过完全书了 我还希望 例如看那些 看人情冷暖 看时间繁复 看众生响 我相信 担心好事 某文虔诚 我离婚也有八年了 然后 一个人也孤单了很久了 我还想是 孩子想乘个家 累了以后 回到家里面 吃口热饭 然后聊聊公室 看了电影啦 标准的是 昨天要善良 要小心父母 要团结同事 要有好的人员 要开朗活泼 谁家都没有知道 买名牌也可以买 三文点 男嘉宾的走舞要求 善良 孝顺 有好人员 由于男嘉宾的经历 非常丰富 个性比较复杂 本期编导 在选择约会对象之前 还专门来到 他所住的地方 与他进行了一次 详细的沟通 你好 你好 喝水吗 不用不用 来嘛来来来 不用你 我扫锅子 我扫锅子 他说我兄弟 多年没了不用吗 我们是认识不是很久 但是我对他有一定了解 他的性格 他原来走那些弯路 但是现在那是 他的亲人叫我 把他带到那儿 给他做一些指导 作为他的初心 他还是很善良的 我相信他以后的道路 是越走越好的 他现在四十岁嘛 五年一个专者 到六十五 还有二十五年 五年一个专者 还有五个专者 他一个自相上 一个心理上 他的一些因素 第一 人很善良 第二 很积极 很乐观 很热生活 对人很有礼貌 很热情 喜欢在社会上 做一些正面的宣传 爱国主义 爱国思想 平常的话 我就喜欢和那些 棒棒的 还原工人 我们打的一片 聊起他们的生活 看他们过得好不好 今天一拍过新冬花 平常是两拍 给他们的邻居 跟他这些还原工人 这个我刚刚给我的 给完了 他自己的吃死 平常碰到老板 我就把这个烟 老板就给我发好烟吃 碰到劳动人民 老板求决动 我就把冬花给他们抽 我自己都不抽 我就自己抽这个 我去捡垃圾 我去捡垃圾 我去捡 给那些还原工人 他们卖钱 他们来 他们整理很辛苦 他们工资也很低 根据男嘉宾的自己介绍 他每天都要花费 大量的精力 在住人为乐 做工艺事业上面 针对这一点 他的朋友和还原工人 也给予了证实 在哪家 这还原工人都去帮 帮你们钱吗 帮你们钱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他人可以 他还经常去 把房官帮忙 帮忙 你帮忙 很轻人 帮忙 对于帮忙还是忙的 帮忙的事 对 具体 喝醉了 我把他扶到鞋 对 我喝醉了 把扶到鞋回家了 他以前也做了一些 错误的事情 认识了那些错误 他不去干那些事的 以前我赌博输了很多鞋 他觉得那些事情 是很错误的事 也是通过学习 他很爱看书 他其实人很聪明的 据男嘉宾所说 十年前由于自己 沾染了赌博的恶习 导致家财散尽 妻离子散 这也让他一直 悔恨交加 离婚已经差不多八年了 我交过两个女朋友 但是后面因为一些 具体的情况 然后就分开了 他老婆原来的条件 条件是很优越的 很富有的 搞医院代表的 我不珍惜 后面由于他没有珍惜 他犯了错误 他女儿后面 他老婆 跟他爸女儿 现在带得很好 他女儿也长得很乖巧 一米六八 很聪明 一米六八 因为他原来 他对不起他的前妻 他也对不起他的孩子 他还可以勾一下 他现在说白了 就是对他前妻是 他如愿的 他还因为他 对不起他的女儿 你还是有点抱不下吗 不是抱不下我女儿 就女儿亏欠得很亏欠 因为我八年没有见过他了 八年 你知道吗 那现在能见到吗 现在不能见到 现在有疫情嘛 不能出去 能听电话吗 能 能 他知道现在爸爸改变了 他以前还说 我的爸爸助党 他说王瑜会助党 他根本不相信 因为反差太大了 现在我觉得他是 花枝内心地在忏肥 忏肥自以前的行为 改革自新 想从头再来 你觉得他的性格 现在适合找一个 什么样的性格 适合找一个这种 比较稳重一点 和单独一点 能够把他形成一种父母 能够照顾一下他 收入了工作情况 无所谓 我能挣钱 我要给他温暖的感慌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爱好 还有就是一个信仰 就是大家有个相互的 精神支柱 得知男嘉宾情况之后 咱们编导也是及时地 和特派员进行了沟通商量 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 他就是有40岁了 但是他的人生经历 非常的丰富 40岁的男人 一般都是有故事的 感情上一定也是 有经历过一些 离过婚 有小孩是跟对方的 话比较多 而且容易兴奋 就是特别活跃那种 到中年这个年龄创业 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 对 所以另外一半 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面 能够支持他 然后能够理解他 成熟一点的 成熟一点的 然后离过婚可能会 更适合一点 对 相同的年纪 大家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会是一样的 而且同样经历过一次婚姻 可能大家对于婚姻的认识 又有新的一种不同 对 包容性更强 所以我觉得总结起来 就应该找一个 跟他年纪应该相仿的 同样最好是有过一次 离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 然后也能够包容男嘉宾 自己现在的可能一些缺点也好 或者一些不足也好 在心理上还能够支持他 对 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吧 有了大致的寻找方向之后 编导最终会为经历坎坷的男嘉宾 匹配到一位怎样的约会对象呢 本期这位女嘉宾 李月婷四十岁 身高一米五八 重庆人 保险员 月收入八千左右 离异五小孩 大家好 我叫李月婷 今年四十岁 身高一米五八 从事于保险工作 收入平均下来 可能一个月就七八千吧 不是很高吗 然后住房有一套 我的性格 其实开始就是很腼腆 如果很熟了之后 我就会很活泼 我生活中工作 那就是比较活性的 不争不强 性格比较温和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会如果调解 就喝喝茶呀 看看电影这些 不会和别人计较 业余爱好就是唱歌 看电影 逛街吃东西 也不爱约朋友出去玩 喜欢一个人独处 有一段感情历 是离异的 没小孩 就双方性格不和他 脾气比较急 然后我的性格 太过于温柔 所以说双方就走在一块 现在我想找一个 就是对我好的 其实没其他要求 对我好就行了 性格比较政治一点 女嘉宾的作物要求 对自己好 正直 女嘉宾希望找一位 体贴正直的对象 咱们男嘉宾可以说 是基本符合条件 而女嘉宾的持家 善良 也正是男嘉宾 所喜欢的 两人的匹配指数 达到了80% 那么他们今天的相亲 会在和谐的气氛下进行吗 好 各位 现在我是来到了 黄绝平的美院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 男嘉宾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先把男嘉宾找到 Hello Hello 你说两个年轻的小会儿啊 因为我给大家说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男嘉宾 虽然是到40岁的年纪嘛 说男人40不货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却想像一个20多岁小伙子一样 就真的是精力旺盛 活蹦乱跳 需要找人关照我 同学好说 敢讲得人 熟得很漂亮 都是汪玥 汪玥姓子 旁边这位介绍一下 大哥 好 挺好 我是小兄弟 兄弟好 兄弟好 那种爵士 生死之将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担心 男嘉宾今天会 比如说什么窃场啊 什么尴尬啊 什么内向啊 都不担心 我反而担心你 今天太过于的 我再说点点 外向 太过于的热情了 太过于的能说会到 一点感觉 一点解释不了 温度难得太高了 高烧 不过话又说回来嘛 我觉得因为相亲嘛 也要真实的说 是什么样 刚刚呢 男嘉宾自己在说 他经历过很多事情 是不是说起来 就从天黑说到天亮 天亮说到天亮 因为是不实的 主要是婚姻的方面 会影响有点大 节目的玩儿的方面 还有世界上 以前 以前 介绍不难的朋友 打牌 网络赌博 赌博 赌一害无穷 赌博 特别是现在的 这个网络赌博 赌博 赌博 害无穷 害人害己害家里 我早了 我早餐了 不论是广大的市民好 广大的朋友好 一定不能赌博 也就是说自己 其实以前可能 比较贪玩儿 然后也走过一些 弯弯路 蒙避了眼睛 但是这些 对于自己的 事业和工作 都会有一些影响 对吧 有有 我找了钱 然后全部收 之前可以买个饼里了 怎么你就知道 回头是岸了呢 是怎么样 产生这个变化 有几个朋友帮助 比如说我的舅舅 但是他就一直觉得 我还可以悠悠可求 他就照顾我 还有我的粮粮 二哥对你帮助了些什么 帮助 叫我让我做人做事 叫我搞慈善 把钱承语先拿来 给弟弟妹们 在里面拿然后在 那些到底在做什么做 事业经理人 事业经理人 什么意思 你跟我解释 就操作了一些店面 你运营 那些 做一些义工 比如哪家忙 他都去忙 铁边做一些 推广 我有一个豆花馆 是我们 我们不有喝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 五度小吃饭 平时投了七八家店 还可能还不止 然后还要学习 还要做义工 他忙得过来吗 他晚上一般 十二点钟 十一 二点睡觉 早上五点钟 自然他都醒了 五点钟 一二半睡眠 一二半睡眠 现在这个人 精神很重要 有精神气而难 你干什么都无论 你已经这么忙了 你还有时间谈恋爱吗 我需要你管得 我想有个家 我想有个家 就是不管怎么样 是吧 永远 事业是一方面 情感是另外一方面 两个都很重要 最终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 就说你不管是航空母舰 还是歼20 还是他最终要回到母港 要找一个心灵 就白天很累 晚上十一天回去 还有人跟你问候理一生 还有跟你开个门 有人跟你到一个洗电室 或者一个说话的晚上 你才心里还有一个位置 中国讲的家文化 家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家 家和外是新对吧 任何东西都是 咱们要回过到这个家庭 对 是社会最稳定的元素 对对对 具体找一个什么样子的 具体一般 你一般 首先是要爱我们的国家 要叫你父母 心灵美才是重要的 你不管你太漂亮 才叫名牌 你说话 马上话 抽空人数 哪都不行的 这样吧 那既然男嘉宾 其实我觉得他很多问题 都是有自己思考的 那我们三个 我们就不要在这 我们自己商量了 我们就把女嘉宾接到以后 咱们实实寄计的 实实在在的 来看一下 我很期待 我们就赶紧过去接人家 好不好 不要让他久等了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这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金刚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女嘉宾 是属于性格 互补型的 男嘉宾呢 非常的好动 精力充沛 现在呢 在为多家店铺 做着运营 有的店铺呢 他还参了股份的 所以呢 是一个特别勤劳的 这样一个人 只是说呢 男嘉宾的过去经历 有些影响 因此呢 他现在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表现的呢 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乐于助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的这种转变 是向上向善的 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 所以对他的这个性格特征 我们应该要予以肯定 那么女嘉宾这边呢 因为他是属于一种 比较沉稳的 保守的性格 所以呢 他希望能够找到的另一半 是属于性格活泼开朗 可以带动他的 一个比较勤劳的这样的人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男女嘉宾从性格的 基本盘上 是相对互补的 也就是说 两个人从外形到个性 都是有发展的可能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两位的相亲过程 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 激情澎湃的男嘉宾 会给女嘉宾留下 怎样的印象呢 这边有一个 再真正感情 你是不是姓李啊 女嘉宾是吧 来来来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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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好 你这台在去的 过马路去 来 这个小凌子也拿了去 拿去 好 好好好 我还没解释你们 你跟那个揉一包东西 那个优惠里斯 那个改参 拉一个点里面 在腿箱买个东西 刚刚过来是不是 这个突然一下子 有点不适应啊 有点 有点 什么感觉啊 就是从不腿箱 感觉 有点好热情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 我跟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男嘉宾 黄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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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个手 认识一下 来来来 来来 来 我想还是可以 就是外星我确实不太喜欢 确实 嗯 其实现在也不重要 主要是要看男人 要看我们这个 因为公众的爱好 哎 反正只要是看女仔 你是啥意思啊 那个还要准备些啥子 我怕他 准备当服饭吗 你是 不是 服饭有水 等下有好材 等下有好 你没救的 我看一下是什么 那个 泡芙 哦 小零食 酸奶 酸奶 哦 点蛋糊 对 一心情一种 千米送我 我见过啊 一见面给人家 比如说送玫瑰的 送鲜花的 送奶茶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面 就知道 看到就送酸奶啊 还有小零食 反正我也不好 喝酸奶 当然好香 就说明他很热心 很热气 很喜 要不然的话 就尝一下好不好 我帮你了 我帮你 不用谢 不用谢 为这名符 为我们这个 女家名符 带来麦子 也是 我罗姨 没有 两个兄弟都很热情 酸酸甜甜甜 都是真 哎 你要不干脆 再要一瓢吗 帮他 哎 好死做到地 完了 哪个不尊重人 哪有点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女嘉宾 开始 是不是比刚刚 感觉他们更热情了 对对 我店和男嘉宾 都是人太熟了 但是他的态度 他热情 他都多 但是主持人 相当不错的 还行吧 可以 聊一下他还是行的 甜不甜 好吧好吧 心里甜不甜 心里甜的 那刚刚一见面 你就感受到了 男嘉宾和他大哥的 这个热情了 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接下来 可能他们会更热情 接下来你才会真正的 开始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接下来怎么安排 先吃饭吧 饿了吧 我看你一时都在揉肚子 我已经饿了 我胃不好 我饿了 酒喝多了 现在不喝酒了 我们以茶代酒 也饮料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 我们男嘉宾的热情 相亲之旅吧 走吧 每次参观 短暂的见面之后 男女嘉宾 对彼此的印象 都还是不错的 不过接下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又会朝着 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走吧 走吧 我们进去看一看 有什么超市的 来来来 酒香不怕行住生 是是是 坐两下 同样 好 这次给我满牌的 来来来 坐下来坐 刚刚我们现在就在下锅 男嘉宾的 他还是很人情 我们吃饭 各方面喜爱做得都好 应该跟他很好看 你那个又开始收拾王快了 那个过你这意思 但是但是那个女嘉宾 那个妹妹还在哪 他不晓得现在该到的 男嘉宾 做啥 做得都这样 你都不习惯 对对 他能够 你还在家里扶你 因为他是客人 走走走 走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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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平常口味怎么样 还行 我吃那么大碗 我吃得那么大碗 吃清淡还是吃得口味种 你老大又不在了 我拿完 拿完 去完 来来来 妹妹先来 来来来 分享 来来来 主持人辛苦了 好热情哦 这个是对东西需要 你很热情的 搞得我都有点 我都有点 都不晓得到底这是来相亲吗 还是你做起来 参加同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吃得辣不辣 很厉害 很厉害 现在我今天 做来 因为讲不完 必须要有些 拍照你吃太好吃 弄得到吗 弄得到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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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给你个师傅说一遍 好 你吃 我吃吧 你不是说客气了吗 我吃 我吃 你等下 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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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你喝得不良 忍不忍 忍不忍 稍微弄清楚了 不要弄辣了 這位 北方總統的菜 再問到這裡 我的大哥 好 來 這邊兩個人過來 來來來 快幫忙捏 這是大菜嘛 這是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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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一個人 一個小的 一般一般 我想幫大家 這個女嘉賓 找得好 不認識我是 很好客的人 有朋友來 我就想請主要力量 給你什麼好的影響 你忘了機我一看 我沒東西給你買 還誇張 我看有沒有忘了機 我看看你們的 沒在這好無意 雖然坐下來 只有短短那個 可能十來分鐘的時間 但是我感覺到他那個人 他真的是醒不下來 完全聽不下來 他都像個 擁動機 無限澎湃 他們社區 對那些人 也是很熱情 他們社區的人都認識他 給他們社區的 見到的小車大招呼 給他們上演 一個是熱情 第二個是精力往生 第三個都是沒有人關他的 是不是 所以誰一個人關他 你喜不喜歡哪種型的 我所以 就是我覺得 現在有點怕 今天可能 初次見面 初次見面 前代好像都有點讓人 有點 又接觸不了 有點過了 是不是 接觸了現在 他做不住 反正都是 太激了 他覺得他不太文忠一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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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說超超超超超都到 不能在背後說壞話 沒 好那種 好那種 有意 好有意 你拿了二十五品 我有 先問呂嘉賓宣那種 是 是 你兩個態度是對的 王大哥你做的 我拿出來 你可不可以一次跑完 你讓個有 走了 哎呀我說 他今天站像那個樣子 我這個頸椎和腰椎病都要煩惱 我一直在那邊踩過來 踩過去 來來 大哥大哥 你要坐 你要你拔起 等等等等你先不忙 不忙 我先給你倒點腳碎在上面 要的要的 來 走 我再拿個鎖鎖把你困到那一會 雖然我們女嘉賓很辛苦 專門跑到黃國片裏面 但是啊 我們今兒得到了我們男嘉賓 王大哥和二哥的熱情寬大 而且你們選的那個地方啊 我覺得很舒服 都是很有那種老重情啊 那種初夏的時候啊 那種中父朋友相聚的那種氛圍 今兒天氣不冷不熱的啊 又是那種 周圍老重情的感覺 很有 feel 是不是 那我們到一啥台酒 要的要的要的 提前預祝你們相親成功 感謝 感謝 乾杯乾杯 男嘉賓無微不至地照顧著女嘉賓 可沒想到對方 卻被她的過度熱情給嚇到了 那麼 在之後的約會中 這種尷尬的局面 會得到扭轉嗎 金星匪 《青山雜溜》 《青山雜溜》 小羽也讓你們去連日報 你打了什麼 آ 中國人手 可以呀 大公司 你理解明他工作是中國人手 是很穩定還是很不錯 收割型應該還是可以 我是爸爸的你哪年年 一年 我以前離婚的 我是 你以前的沒得 沒得 沒得 我以前的我生水 叫王小哥 我看大根嘛 王小哥 乖 很漂亮 我的女儿 哦 两个大娃娃 小娃娃 你怎么娃娃真的见面吗 我都八年没见过她的八年 我们前期关系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好 就是你拿钱给我娃娃吧 拿钱啊 我不拿钱 因为我们前期有点钱 还是一个服务团了 十多年我给本次了 你知道 我们的外头是 喜欢刷一张脸 现在服务家庭了 现在回归了 总是了 具体的事 哪里面真是 主要是喝酒 喝酒喝得胸 一个多一个月 三天嘛 二十八年再给我唱歌呀 喝酒了一下 后面一群朋友 有钱在跟其他哥哥呢 喝酒啥酒啥酒啥 你现在个晚婚不得呀 晚婚呀 现在别给你做家庭了 晚婚呀是嘛 那个晚婚嘛 你不能只做这个 感谢别的 把这娃娃带大了 他身上有了我的基因的哦 我长得很像哦 很生气哦 他聊天的时候 看起文静呢 看起像自家里人 那是本分各自主持的人 他还是很热心 是个热心常人 帮那些皇位工人啊 帮那些开餐馆的啊 追求来是很有追求的 他原来现在要改国自新 之所以就改 善莫大言 他朋友说他还是多勤快呀 各方面他都不错 但是他性格我有点看不过 他现在还经常出去刷园 现在他应该不经常出去 其实他喜欢锻炼身体 嗯 锻炼身体每天 哦 现在比我这个 他还想起打太极 你不想去学习那些运动嘛 我喜欢打太极拳 我我我会计划 简单的会计划 要不要我给你打两个看看 不然现在就吃饱了 鱼刀 小同志先抽了哦 好 你打两个 三个三个三个 我两个三个 好 我还是想表现我的才艺嘛 想把国内有点表现出来 所以说我跟上师傅 这个女的华的歌 还打太极拳 稀释 那里是稀释 好 你会收拾好 收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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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刚看到男嘉宾 你刚才那个表演过后 你感觉啊 还是有没有那种家事嘛 就是啊 我不懂嘛 那种家事 有种气色的 他那种身材 你选不选呢 太手痕了吧 这个 没有安全感的 没有安全感的 嗯 我也我们伎俩看去 那个 来自不宜的家 哎 温暖的家 我们刚完 其实我觉得男人嘛 啊 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责任性 啊 还是靠自己的 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 来让女人 有安全感 啊 舞蹈表演完了啊 台阶也算是舞蹈了 那接下来下个节目是啥子 唱首歌嘛 小弟爹说哪首歌 好 好 好 有关系 哦 太低了 不是 你太低了 我的声音已经死了 不然改天会把你听下人话说多了 唱我们鼓掌干嘛 哎 谢谢 谢谢 唱得好吗 点净一下 你要不要说 要不要说实话吗 哎呀 跟你说实话咋 哎呀 糟了 要不要说实话了 差强任意 这个是很经典的 哎 我继续你 虽然我不会善了 我很得病啊 感情它是有的 哎 但是它的都是 整个的调好像有点泡了 而且它的阅语不成标准 我阅语很标准哦 好吧 好吧又这么样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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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不管能够啊 打过来是很大方 哎 一个是竹花型嘛 第二个也是希望给刘嘉宾留下一个 好影响 声给你影响 是为了 拨我们刘嘉宾一笑嘛 我始终后边 但是他抬后边 感觉有点苦了 好 相亲进行到现在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男嘉宾这个人性格的 优点和缺点 优点就是精力充沛 不停的做事情完全停不下来 那么缺点呢 就是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很亢奋 啊 过度的热情 让女嘉宾感觉到无所适从 甚至没有一个空间可以思考 那么男嘉宾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 他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他已经完全的否定了自己 他没有停下来去审视自己 在过去这段时间 曾经的那些错误 曾经造成的痛苦和损失 他没有去直面他们的 因为过去太让他感到难过 所以他干脆从A点跳到了B点 那么男嘉宾的状态呢 就像葫芦吞枣 他把过去的痛苦一口吞下 来不及去好好的消化他 所以他现在呈现的状态呢 就是精力特别充沛 好像随时都打了积雪一样 但是这种状态是一种透支 如果他现在走入另外一段婚姻的话 对于家人来说 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灾难 因为这个人是极端兴奋的 而且这种兴奋就是一种严重的透支 因为我们人的经历很有限 我们可以看到男嘉宾 其实身形很消瘦 因为他已经在不断的消耗自己 那么过度透支的后果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倒下来 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 你都会沉沦下去 同时呢你也会给家人造成一种 特别紧张不安的氛围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这种打积雪状态 其实是内心焦虑不安的一种反应 我其实现在给男嘉宾有一个建议 你现在要停下来 要慢下来 你要接纳过去 接纳你自己 你已经变得很好了 你配拥有好的生活 和好的伴侣 如果你觉得这一关 你现在还没有过得去的话 我建议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进行咨询 去解开自己内心的这个心结 让节奏慢下来 停下来 等一等自己 把过去全然的接纳之后 我们再往前看 从男嘉宾热情的程度来看 他对女嘉宾似乎还是充满了兴趣 处处照顾的无微不至 那么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究竟是怎样的呢 请求师傅 Girgin My 油 iv Girgin My 好 escramba 专营 录下 在这边 来来来 两个大哥 我们靠浓点 郑浩啊 女嘉宾啊 上洗手间去 他到现在为什么对女儿的影响怎么样 我觉得影响是蛮不错的 看起来这些新疆模型的肯定会 在我家生活下 这方面肯定也不错 他就保持工作也稳定 保持初次见面都差不多 而且很有礼貌还是 其中学学也很客气 是吧 你看他唱歌的时候啊 唱完了以后 他们一定有亲缅 我怎么出不了就好 其实人他是很踏实的人 可能在游戏后面 情声方面还是稍稍有点前途 哪个地方的感觉 他唱过唱完了 至少还说话微弯点 发现实说的 表现可以的 每一种播出是那么更改进 那种乐是更让人接受 所以说他那个 带你一个方面还是 表现得不俩 所以说他那个 带你一个方面还是 所以说他对我一种 我那个兄弟 我太后面说 我兄弟是 为什么说他那个性格 可能还是不是很疲惫 感觉女嘉宾还是之间之类的 还是多性格的 那点嘛 说明他 表情上没有心眼的 有孩子啊 我们在 观察沟通 在沟通 去区间已经不急 对 对 三万岁了 对于女嘉宾的评价 男嘉宾和他朋友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分歧 而这会影响到两人接下来的发展 今天我们既然专程来到男嘉宾 这个平时经常工作呀 生活的地方 这个周围街坊邻居对你都很熟 干脆我们就去出去到处再慰问 好好好 看看旁边的这些街坊啊 邻居啊 包括你平时在工作过的地方 看看别人又怎么评价 好好好 好不好 说完都会带到两个县城的 你好 老师 王渝 人家老师 他那个什么样子 他对人挺好 有点小的 特别是监视主持 还有不强那些 多活人的 对你怎么样 你这样好 我忙不过来帮忙 他是真龙的有嘛 年轻的老的都是一样的 就像看到他身边旅行多不多嘛 没看到 没看到 没看到过 有没有经常带 还是陌生的女儿来吃饭 没有 都刷呀这些 没有 没有 他平常更多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都是在那一会儿 都是在那一会儿 在干孩子 忙不过来帮忙 都是在做事 我问一会儿了 两位 你们觉得他似乎 找一个啥子样子的 那个美丽就合适了 对对 那个美丽都很合适 对 怎么样小李啊 你也听到我帮你问了 他们怎么说的 你也听到了 这边我们算是了解完了 外面还有很多街坊 去我们的那个 他留意站嘛 我在那里当义工 我们再出去问问其他的 他留意站 我就当义工 走吧 之后 为了让女嘉宾彻底相信 自己是个与人为善的好男人 男嘉宾又带着大家 去了他做义工的快递站 进行深入了解 嘿嘿嘿嘿 蒋总 蒋总 哈喽 我经常在帮妹妹 我们在 我当义工 他说他平常在里面那样帮忙 对啊 他做些啥子啊 他做些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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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开好多钱公司 有没有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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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采访老板娘 然后后面还排着多人家带 在领包裹 结果他又先不住了 有没有工资 有没有工资的 不用了 有的有的 老年人 有点老的 他不懂的 然后他都要那个 要帮他送过去 其他店主 朋友来介绍 还是多热情的 都是听到有主人的 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融得很紧张 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吧 那我不影响你做生意了 后面还排着很长的队 所以我们人家都要去快递了 好的 生意兴隆 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走吧 你来找来了 来来来来 有些地方国有的 好像 就是从我们身边的 人家的 会让人 他身边都害怕 这些社会 一动 一动了 明白了 现在是让他想的 就是手术 那方面呢 才能拿着高下的 但是 现在的手术 基本上维持 生活开销 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 想要做好的话 还需要努力 以前过来自好些了 才应特别才应业 是不是 对 一个男人不能再优秀 中国是他做的 他有个内当家 还有一个贤女主 所以他肯定也是想找一个 死活他的女朋友 做他的老婆 做他的妻子 其实工作也很忙 就是 那时候也都是帮不住他 他的事业也都是我也帮不住他 因为我也很忙 我完全要不动他的事业 我自己工作也很忙 完全冲了时间来 工作上和事业上 帮不了他 在生活上比如 帮他做点家务 做点饭 买点菜 我们以后 小心和服务 那方面你能不能帮助他 家务是吗 可能是双方 不是个人的事情 哪个忙 哪个忙 哪个忙是先住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他不能帮我 还是有遗憾 我希望能找个 那种 不管在家庭 还有世界方面 都可以帮助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 那种 我都喜欢你 那种更好 现在你住 你住啊 你住房子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住的话 我们房子是拆钱了 配套房子 我们也配套三套房子 在那个 在那个 配奔六月圆 就住在别的了 所以住一间 那种房子是 我们住在我们 旧旧的房子 还要管我外婆 我妈三个住 更努力 买套房子 哪房子可以大都可以卖 这种情况 你呢 我呀 我在大平 买套房子 那可以大平房还贵 你怎么好久 买房子 三年一月 买个洋房 我看到的美女圆 那边房子 三套卖了的话 买到差不多一倍多了嘛 差不多就 收费交易 他的上一倍嘛 都是属于那种 还是有一种根基的 他有个亲戚也有搞青年的 但他原来知道 万土 他现在的时候 认识到自己原来 力气不足 他现在有 他的外婆和他的奶奶 都给他 要帮助他 要拉扯他 都把他 要扶持起来 租房问题 应该还是 不是很大 因为那边还有三套房子 到底不行吗 买了再买一套都行 只要够住都行 房子够住都行 刚刚那天听到 他都是说 他现在没有房子 三年一月 我觉得租房情况 还是有点具体 也不可能说 我们三年一直在外面 租房子 不现实 一番交流之后 两人对彼此的回答 还是充满了顾虑 而接下来 男嘉宾又问出了一个 让大龄的女嘉宾 非常为难的问题 小姐 我想玩的 比如说 像你年纪不晓得 养结婚的时候 想要玩的 我不想要 因为我年纪在哪儿去 哦 我学年纪我不想要 你年纪在想要吗 我看如果 女房子如果是 没结婚的 安心过来过日子的话 我也可以要个玩的 也养得起 反正养还是养得起 养个玩的还是没问题的 你先收入的话 我反正我喜欢玩的 我喜欢玩的 因为我对我玩的 亏钱 我想离不回来 那如果不要的话 婚意不是太稳定 你现在有玩的 你还想要玩的 不管经济和经历 都不通常 我觉得 养个玩还是养得起 经历嘛 反正有玩的 肯定要 肯定经历的玩 肯定要 肯定要养他 对不对 要管他 那是从前 但是我被经历 出了时间来管他 这个是绝对的 当个好老孩 因为前个老孩 还有老孩 都没当好 我相信那种主导 另外一部分 是因为我还是很遗憾 两个人一个爱情阶级 还是感情会更稳定些 比我年龄了 我也不想要玩 从什么情况 然后他 他的事也不稳定 我觉得两个人 都不太合适吧 好 今天我们的乡亲啊 在男嘉宾的热情的招待下 安排的还是很丰富 既品尝了我们美月儿 黄学平这边的美食 然后我们也实地去探访了 咱们男嘉宾工作的地方 听了各种各样的 咱们的街坊邻居 对他的评价 当然呢 我们刚刚也坐下来 深入浅出地 进行了交流和聊天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临近尾声 要进行选择了 那么在做最后选择之前 我再各自给你们 十分钟的自由安排时间 这十分钟的时间 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今天最后的选择 也可以为自己最后的选择 来做一些准备 我们十分钟以后 在这里再见 好吧 男嘉宾如此用心地 挑选的鲜花 难道他是想给今天的女嘉宾 做最后的表白吗 好了各位 十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女嘉宾已经首先回到了我身边 旁边这个地方还没有人 王渝来了 来了来了 耶耶耶耶耶耶 历史这些亲的 从头到头这些亲的很的 好我晓得你这个是爱情之花的嘛 是不是吧 爱情之花送给美女儿 先给爱情 那你肯定是不是有告别啊 跟女儿说呀 我是想的 我是有意之花 有意之花 有意之花 有意 这不是献给爱情的花 不是 因为我之前的妹妹还真好 我想让她的干妹妹 那妹妹 那妹妹 那妹妹也不错的 没有姐夫 那妹妹也很不错的很好的 是不是 有妈妈相处嘛 在说 所以她表面上看着 是带着鲜花来的 但是她意思就是不想 把它献给你们的爱情 她想跟你做朋友 是这个意思是吧 想不到选择还没正式开始 男嘉宾却直接表示 自己只愿和女嘉宾做普通朋友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 女嘉宾又会作何感想呢 那既然说男嘉宾 现在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了 虽然可能这个鲜花 不是献给爱情的 但是她希望献给你们的友谊 那我们就看一下 女嘉宾自己的态度和选择 好不好 其实我的想法也一样 我们两个不太合适 那如果是普通朋友 男嘉宾的这个友谊之约 你愿意接受吗 愿意接受 也愿意接受是不是 哦 总的说她的性格太好了 我有点把控不住 我们家的性格 感觉不在一个群岛上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鲜花 既然可以献给爱情 同样也可以献给朋友 对 也可以献给友谊 那我们就请王渝 你还是非常真诚地 把这个花 来送给你的朋友 好不好 也可以献给你 好 今天节目即将结束 我们的男女嘉宾 最终呢 没有牵手成功 男嘉宾这边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停下来慢下来 去找专业人士 帮助一下自己 同时呢 要把这个房子解决了 你说我们40多岁的人了 对吧 现在要结婚的话 肯定是需要一个 安身立命之所 既然有这个能力 我们就打起精神来 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好 女嘉宾这边呢 我对你的建议是 其实你的性格比较保守 而且呢 现在也不着急了 你说我们都挑挑选选的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了 对吧 你可以找一个性格好 身体好 也不用拼什么事业 在性格方面呢 合得来就行了 不一定要他有多活泼 来带动你 中年人谈什么带动嘛 我觉得相安无事 就是相爱的一个基础 所以慢慢找 咱们不着急 男嘉宾也是一样 慢慢来 不着急 好 各位啊 黄绝平呢这个地方呢 是重庆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这里呢充满着艺术的氛围 和浪漫的气息 那么通过今天的 我们凡人游写的相亲呢 那也说明这个地方 不但是能够创造美好的爱情 同样也能够为大家 来缔造长存的友谊啊 当然说起来的 我们凡人游写呢 除了能够给大家带来缘分 带来爱情之外 同样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友谊 为你找到你的知性的朋友 所以大家还在犹豫什么呢 各位赶紧来拨打电话 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湖西音城二楼 反而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 直接报名 好了爱情靠争取 外部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蓝不蓝带来一块 我也去搭个卡喽啊 走了拜拜